豆干煮过的,每次来重庆必吃 藕丁圆子,不止一锅端 现在已经快凌晨三点了,重庆还是如此的灯火辉煌 我现在要去吃火锅,而且是非常好吃的那种 我先烤个豆干,有没有豆干? 三个豆干一个小片,我们在这里吃火锅 他们家的圆子有这么多,点一个平时没吃过的 鱼香圆子,藕丁圆子,猪肉排骨蛋炒饭 好了,先让你吃 好多钱?小块 小块 我给你想吃一下 春天的 春天的? 春天的,来吧 安立了一个风扇,早知道拿风扇换豆干 先把菜切 把剩下的豆干少皮煮一下 哇,我的毛肚熟了,清晨的 妈呀,想这一口好久了 豆干煮过的,每次来重庆必吃 煮过的小皮 我严重怀疑门口的烧烤菜也是他们家一起开的 烤锅在煮的小皮 这个真的好好吃啊 烤锅在煮的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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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试一次啊 金针菇牛肉 老肉片 烤锅在煮,烤锅在煮的小皮 这是偶丁园子 这个是三叻鱼豌端 有点赶紧 先吃一个韩菜 毛竹梗子 这个很有嚼劲 全程性最大的冻菜丸子 下饭菜来了 里面看起来像是狮子头一样 把它弄碎 浇上浇好的油点 再给它搅分一下 这一碗饭 好好吃 很辣但是很爽 接下来这个偶丁丸子 我分一半个点 肉本身的很嫩的汁粉会包裹在里面 比单独煮小个的要更好吃 我实践过 家电韩菜 循运焦板 我喜欢重新的原因就是 二十四小时都能吃到火锅 而且是好吃的火锅 好了 这下面我不再联系 我们下一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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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